我真的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去帮我找一个 干净的这个信封来 钟音姐 没事了吧 没事 没事 这个可以吧 等会儿 等会儿 行 放手 等会儿 等会儿 钟音姐 这是您的资料包吗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 这是怎么回事吗 竞争能力评估报告 您把我们的资料 送到专业的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去进行评估 是吗 副主编请你回答我 小雪 钟音姐怎么了 她们说什么了 我就听她们说 什么是竞争力评估 怎么个评估法呀 一 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请专家 和我们以工作的方式相处 然后在工作的过程中 来分析我们的个人能力 和用缺点 那另外一种呢 还有一种你问一幕 就是瞒着我们 在暗中观察的有缺点 这也太过分了吧 副主编我想知道一下 您把我们送去评估 那有没有在这个资料包里头提到 我们跟着您不眠不休 不问前程的努力程度呢 不是这样的 那您为什么做这样的评估 通常做这样的评估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你想知道你手下 被挖掘的可能性有多大 注意 这个可以排除的 我和林一牧一直都收得到 猎头公司的电话 这是个公开的秘密 您也知道吧 可我们一直都在硬猫头 第二 你不信任我们 你不信任我们的能力 专门找到第三方 客观地来评估 我们的综合能力 沟通能力 处理问题的能力 专业执行能力 对 解而言之吧 你想知道我们的市场价值 看看我们谁是不值得留下来的人 不好意思啊 我都听见了 您解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 我对你们 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百分之百的信任 副主编 这份报告上清楚地写着 评估是从两个月前开始的 两个月前 也就是您刚刚接手 一摸头工作的时候 您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过信任我们吗 既然您没有打算过信任我们 为什么要跟我们说百分之百的信任 信任我们 为什么跟我们说并肩战斗 来面对杂志现在的局面 您把我们地区人都当成傻子吗 竹云 你听我说 我在一摸头工作了十三年 你知道吗 我从一个实习生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把我最好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工作上 除了工作我什么都没有了 到现在公司是这样 我也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走 直到我看到这个 直到我看到这个 你让我觉得我这十三年就像个笑话 我当实习生的时候也没有那么不被尊重过 您知道吗 我以为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在这儿干到下一个十三年 你不是想知道我们的能力吗 那我告诉你 我们的能力首先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如果你们不信任我们 和我们的确一文不值 他让我们能够隠着 那你能够隠着 我可以在这儿三年 我 我在这儿三年 你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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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傅主编 如果朱雍杰都辞职 那么我也辞职 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知道 朱雍杰是怎样 O型力学为了隐谋头的 如果隐谋头连朱雍杰都容不下 那么我想 我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对不起 我说你不走 傅主编 从我来杂志社以后 朱雍杰对我一直都像亲人一样 主编说过 我们隐谋就像一个大家庭 如果现在连朱雍杰都走了的话 那我觉得 我们这个家 可能真的就酸散了吧 对不起 傅主编 傅主编 这资料上不对 说我六十五公斤 我胖了 现在七十五公斤 老白 你 这个人有点凶 有点严厉 有的时候还不太讲理 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你是一起战斗的伙伴 这些都可以无所谓 不过这个 这么多人离职了 就没有一个值得你挽留的了 没有啊 刘昊哥 对 副主编 各位 青山常载绿水城 我们永续渣血 再会 严厉 再会 严厉 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了 工作量可能会有些大 皓宇 让他冷静一下吧 可是让他一个人冷静的话 相信我 我也是个男人